在10月1号授月的战略打击模块当中的第三个亮相的东风26核长兼备导弹方阵 展现了火箭军官兵崭新的风貌 两辆指挥车16辆导弹战车70名官兵以恢弘之势通过天安门接受检阅 东风26导弹核长兼备设战一体 具有远射程高精度强突防等特点能够对地面地下海上等多种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是火箭军中远程打击武器的骨干和核心力量 这次东风26核长兼备导弹装备已经是第三次授月 但抽组的官兵均是第一次参加阅兵活动 他们来自新进组建的两支战略部队 授月的人员装备全部经历过实战化演训任务的检验 授月当中东风26核长兼备导弹方队超大的导弹战车 不仅要做到整齐准时 导弹车各自站位上的承载员还要做到精神饱满人车合一 在火箭军装备方队中 承载员按实际编组确定 每辆发射车编配一套完整的发射单元 可以随时遂行实弹发射任务 随着阅兵训练的不断深入 导弹车承载员的均资定型身体协调 耐力抑制排面整齐等成为一道道难题 为了达到训练效果 教练领苦独创的冒岩线下颌线枪口线 胸线手线膝线和脚线膝线整齐训练法 使方队承载员枪口线的前后错落 晃动误差20分钟内 从1.5厘米下降到0.5毫米 我的训练方法是 适当拉大承载员上体前倾的幅度 就是在标准的均资基础上 使受业人员重心向前多增加几公分 然后再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通过这种长期极限性的训练 来增强排面的整齐程度和稳定性 达到长时间确保期限整齐划一稳定 方队官兵们还自创了行径兼体操 利用训练间隙组织练习 有效解决了身体僵硬 训练疲劳和单调枯燥等问题 既放松了身体 缓解了疲劳 又活跃了训练场气氛 我们的导弹操作后手 在实装操作过程当中 必须做到密集配合 精确到位 才能达到 稳妥可靠 万无一失 在阅兵训练过程当中 我们将打仗的标准 内化为官兵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 外化为官兵的肌肉记忆和行动素养 努力实现战训一致的最佳集合